哇,这书店还是老样子呀,还有我最喜欢的恐怖书,刚准备拿,这时候走来一个人,他比我先一步拿到了书,我很生气便转过头来想骂他几句,乍一看没想到他居然是我们学校的男神,我赶紧跑出去,因为他已经看见了我的素颜。 你谁呀,怎么把我书拿去了回来? 哦,原来他不知道我是谁,有可能是我的素颜差别太大,假装男主在看书,女主在吃泡面哈。 明天,记得把那恐怖书带来给我。 哇,好的好的。 吓我一跳,幸好没有发现我,本来是想录姐姐和老师的,但是呢,被禁了哀,所以就来录这个了。